哈喽小伙伴们欢迎回到VQVlog视频频道 那么今天又是一支达芬奇的教学影片 这支影片里面的内容其实是VQ前两天和大神学的 那么今天的内容主要涉及到了反转颜色和巨型这两个节点 那让我们看看在Fusion当中如何快速的应用这两个节点 来制作一段高大上的片头吧 OK那我们首先新建一个Fusion合成 然后我们Fusion合成的片段名称我们可以随便起一个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 然后我们将Fusion合成拉到时间线中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击Fusion选项卡了 接下来我们先做一些前期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现在右键 选择Orange Tools里边的ToGrade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节点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吸附效果 以便于我们后期节点的规划和整理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拖一个Text的节点 然后我们给Text节点输入一些文字 比如说VQVlog 然后我们按1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了 然后我们修改一下它的字体 这个时候我们来调整一下它的字体大小 我们将它调到0.3 接下来让我们创建一个背景节点 我们拖拉背景节点 然后我们知道要将背景和这样子的文字 然后进行合并 然后我们拖拉它 然后形成一个Merge节点 这样子的话我们Text和Background这样子背景就合并到一起了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Background是白色 然后Text是黑色 所以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Text和Background这样子的颜色 首先我们将Text调整为黑色 然后将背景Background调整为白色 OK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效果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的Text来做动画了 首先我们选中Text 然后我们选中第30帧 然后我们看右边有个WriteOn这样子的一个动画效果 也就是它这样子的一个书写效果 我们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我们拖回到第0帧 然后让它消失掉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出来的这样子动画效果了 那么然后我们转到第100帧 一样的我们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我们拖到最后一帧 然后把WriteOn的这样子从左到右拖拉消失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文字也就这样子消失了 OK那么文字这样子的动画做完以后 然后我们做一下它的缩放效果 我们转到第40帧 然后修改一下它的Size 将它拖回到第0帧 将0.3的Size修改为0.2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同步的缩放 加这样子WriteOn的动效了 然后我们转到第64帧 同样的将Size修改为0.25 哎对 让它稍微有一个缩放效果 那么最后呢 我们拖到最后一帧 然后将Size修改为0.2 OK这样子我们的缩放效果 加WriteOn的动效就同时做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 整个这种动效的平顺度 然后在右上角选择样条线 我们来修改一下 整体的这样子的动效的顺滑效果 我们首先选择Start 然后将其余多余的点按Delete删掉 这个时候我们按一下Fit 然后框选住所有的点 然后按一下S 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样子拖拉 来修改一下它动画的平顺效果 然后我们用同样的办法修改一下And 那我们最后修改一下Size 我们先把其他的点取消掉 然后按一下Fit 这就是我们刚才打了四个关键针 我们全部框选按一下S OK我们发现第二到第三关键针的这个节点 速度会有一些幅度会有一些大 所以我们单独选择一下倒数第二关键针 然后把它向上拖一点 让它的动效没有那么的夸张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对它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OK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制作一个那样子的一个遮挡的巨型了 首先我们需要添加Invert Color这样子的一个节点 但是我们用了中文版的时候 它不叫Invert Color 在中文版下它叫翻转颜色 所以我们要搜索一下颜色或者反转颜色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连接它的Merge到反转颜色这样子的节点 OK我们点一下2 然后我们看到整体的颜色就反转过来了 当然这不是我们需要的效果 我们需要的是有一个巨型把它限制在一个巨型范围内 对吗 所以我们拖一个巨型进来 然后将它的输出节点和蓝色的小节点连接起来 这样子的话 它的整个反转的特效就限制在这样子的一个巨型范围内了 然后我们只需要调整一下角度 还有它的宽窄 让它达到我们将要的那样子的一个效果 我们调整一下窗体的大小 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那么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效果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巨型选择框 要从左到右做一个位移动画 那我们选择到这样子的一个巨型 然后我们转到第40帧 然后我们在第40帧打一个关键帧 这个时候我们将我们的70帧 转到开始转到第0帧 然后我们将它拖到把视窗外头去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从左到右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了 然后我们紧急的拖到第80帧 让它在中间做一个稍微游移的效果 对我们稍微向左拖一点点 最后我们将帧转到最后 差不多大概第108帧左右 然后将它从右侧拖出去 对大概就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从头演示一遍 对它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效果 那么它现在动画效果也是很难看的 所以我们打开样条线 像之前调整text的一样 我们调整一下这个巨型的运动动效 OK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 对它就有这样子的缓动效果了 比之前的动画要顺畅很多 那么我们接下来做一些整体的优化效果 然后我们打开关键帧 我们发现刚才的那个巨型 其实它的游移速度有些慢 所以我们将后面的两个关键帧稍微调整一下 来对应整个text这样子的 write on的动效 我们全部框选它 然后查看一下text的缩放效果 对它其实走得有点快了 对吗 我们把它拖回来一点 让它差不多匹配 对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OK 那么我们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 在fusion中的动画效果就大体上做好了 最后我们将整体的输出 结果从反转颜色连接到made out 这样子的话 我们再打开剪辑选项卡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我们做的动效效果了 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将这样子的一个动效 我们把它复制三份 然后把一些素材和背景音乐 把它加载上去 那么接下来 vaco用第一个节点 这样子在fusion做一个小的调整 比如说text 像之前的demo一样 我把它调成welcome to 接下来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反转颜色和background background我们可以稍微设置一下颜色 比如说我们调整一下 然后反转颜色 记住把反转alpha勾上 这样子的话中间的部分就可以变成一个半透明的状态 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效果 那么接下来还有两个片段呢 大家可以在剪辑当中做 也可以直接在fusion界面做 我们可以选择片段 然后直接去更换片段 来去调整 那么这里边vaco就不做过多的赘述了 包括调整素材和增加音乐 这个是很简单的 那么我们调整完以后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 哈喽 欢迎回来 那么大家今天有没有学会呢 那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视频内容有任何疑问 或者有任何建议的话 不妨在下面给我留言 那么vaco在后面如果发现一些更有意思 或者更好玩的内容 也会再出一些视频教程奉献给大家的 那么今天的视频教训内容就这样子吧 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支视频还满意的话 不妨给vaco点赞投币转发评论 如果你们喜欢vaco的频道的话 不妨支持一下vaco 点一下关注和订阅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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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